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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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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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是小野一贯作风 曾经公司有位不知天高地高的同事 拒绝和小野分享好面 小野甚至企图用一种补暖无数完成复仇 但是作为一名美食博主 小野最终选择了一种更为体面的方式 来自神奇抽屉的面粉 加入饮水机里火锅味的水 反复揉压增加弹性 缩减沉淀颗粒 小野在办公室开始了他的表演 尽管不曾受过专业的厨艺训练 自由按瞎扯的他 无视自通地练就了一手扯面的绝活 拉好的面条软硬时钟重性十足 但是要拿来电池成方便面 软弱度和精准度的要求依旧极高 十二岁开始就被暗恋的男生吃了一惊 这使得小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卖过去的小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在他的帮助下 面饼变得色泽金黄脆而不焦 随后加上调料和肥硕的火腿肠 最终在风波诡诀的办公室里 一碗并不方便的方便面 让小野一雪前耻 赢得了胜利和尊严 办公室环境下也有温馨时刻 每当临近发工资的日期 小野就会试图缓和 与财务姐姐的关系 今天小野决定用饮水机 为她做完火锅面 随着多喝热水变得不那么时髦 甚至有点想吐槽开始 银水机在办公室的地位 越显尴尬 然而小野让银水机实现了华丽密西 撤下水桶去下银水机顶干 银水机便可以用来煮火锅 后人试图模仿小野 却始终无法让水烧开 小野有自己的不纯秘据 拆掉温控线 这一操作就可以让银水机 始终保持沸腾整排 用两块猪大骨和葱姜熬制底料 它能让火锅味道更富有层次感 加入牛油底料 八角 辣椒 满足小野的重口需求 银水机的独特构造 使得火锅可以在保温和沸腾 两种状态中自如切换 色泽红艳 辣味醇厚 香气吸引 毛肚 牛肉 折耳根 铜蒿 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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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七上八下 或九浅一身 时间和动作的控制 全品小野的经验 食材 被蘸水 激发出令人兴奋的热辣 入口爽滑 未来高潮别际 共赴生命和谐 吃饱喝足后 小野才恍然回忆自己的初衷 给财务姐姐做完面条 一份不规矩 不发面的手足面条 最能表达小野的心意 加上淋水进入途中 出的红汤 撒上鲜切香葱和小米辣 香味瞬间激发 彰显着小野求和的诚意 然而 财务姐姐的言辞拒绝 或许才是最叫人动容的结局 中国人说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从古至今 中华民族 过取食物的活动 和非凡智慧 一脉相承 在这个宛如网吧的空间里 平淡无奇的饮水机 挂烫机 点吹风 小太阳 卷发棒 在小野的脑洞下 完成了他们的蜕变 办公室里 小野生活 做饭 用食物 犒劳自己 凝聚公司 慰及同事 给予看客们 无尽的温暖和想象 办公室里 不只有KPI 还有吃 和远方